现代的西医有哪些专科 现在西医越分越细 以后可能会分得更细 看一看这些分得很细 当然 然后除了念一下 有哪些现在的西医 哪些科 很多了 我就念一遍 然后有一些科 一般人就大概知道意思 那有些科大家可能很少听过 甚至没听过 意思也不太了解 那我这一题只是念一下 包括这些西医的分科 还有一些比较少见 它是到底什么东西 我只是念 我就不去讲 不去隐身 当然我也可以隐身 因为我懂的东西比较多一点 可是可能有些人说 你又不是念医的 你不是学医的 你根本不是医生 懂个屁啊 所以我就只是念一下 不然解释多了 搞不好有人会有意见 而且也搞不好会讲错 所以我只是念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 现在西医的 专科 当然 这个也不一定百分之百 而且有些名称 不同的医院 可能有多几个字 少几个字 名称未必完全一样 但差不多是这么回事了 那我这边只念 有哪些专科 至于它是 也是个 主科是什么 或者是它是属于 内科外科等等 还有适用的年龄层 等等 这些就不念了 你就有兴趣自己 自己看一下 我只念有哪些科 一般人嘛 也不会懂那么多 至少长长见闻嘛 增广见闻就知道 有些科我知道 有些科不知道 那有些比较很陌生的科 我后面再把它念一下 因为后面的资料 一些比较少见的科 都从各个医院 或者医学的网站 所以大概没什么问题 那我就只是 把后面定义念一下 比如说后面 什么叫做 过敏免疫科 这可能有人就 一听也知道 但是它会有一些说明 还有什么叫 航空医学科 心胸外科 这些都大概听过 有些就比较少听过 有些什么 介入放射学科 和医学科 这些就可能少听到 这都从各个医学网站 医院 医学中心 研究中心 所以正确性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只念一下 听得懂就听得懂 听不懂就听不懂 我就不做过度的隐身 免得人家说 你什么都不懂 你凭什么叫 这个东西 先念一下 增广建文一下 就只念一下 过敏免疫科 青少年医学 这个科 有的我就不念了 反正都是医学专科 麻醉科 航空医学科 心脏科 这些有些都传统的 有些是比较新的 但是有若概念 有些是近些年的 以后可能都会增加 心脏科 心胸外科 儿童科 儿童语 青年精神医学 临床神经 神经生理学科 脂肠 结肠 脂肠外科 像这个不同的医院 就有不同的名称 皮肤科 急诊医学 内分泌学科 肠胃病学科 普通外科 家庭医学科 老年医学科 妇产科 感染科 内科 介入放射学 心神学科 肾脏科 神经内科 神经外科 合医学 职业医学科 眼科 骨科 口腔 汉念外科 汉就是 他念汉 就是下巴的意思 耳鼻喉科 安宁照护科 病理学科 或者有个叫病理科 儿科 或者有个叫小儿科 然后儿科就分得很细 小儿过敏免疫 小儿心脏 小儿那份名义婴儿 出生的时候 问题比较多一点 分得细一点 小儿肠胃科 小儿血液肿瘤 小儿盖染科 小儿肾脏科 小儿胸腔科 小儿胸腔科 小儿风湿科 小儿外科 还有附健医学 整容 整容 当然有病理整容 整容 整容 还有别的 四肢 受伤 车祸 附健 整形外科 这就是我们讲的整形 整形外科 这就是我们讲的整形 整形外科 重建外科 肿瘤 肿瘤医学科 精神医学 公共卫生 放射肿瘤科 影像诊断学科 运动医学 身心放射学 明量外科 血管外科 就很细 但这没有包括全部 有时候到有些比较大型的医学 有些科好像这里面没有 也有 有种情况 但是大部分都包括了 那我们再进一步看 就是有些科可能 大家比较陌生 甚至没听过 这稍微 就念一下 过敏免疫科 他有的时候又叫过敏免疫风湿科 把风湿也纳进来 什么叫做自体免疫疾病 打个比方说 人体的免疫系统 就好像是保卫个体的国防军队一般 本来是用来防御身体 免于受外来细菌 病毒等的入侵 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抵抗力 正常的情况下 免疫系统的运作是十分巧妙复杂的 免疫细胞会制造出各种抗体 来对抗入侵的细菌或病毒 把它清除掉 以维持身体的健康 但如果免疫系统的调控出了问题 变得敌我不分 反而制造出许多不正常的 次体抗体 来攻击自己身体正常的细胞 组织 就会造成伤害 导致受到攻击的器官 产生慢性发炎 甚至丧失功能 这就是所谓的自体免疫现象 而这边顺带一提的 这个观念蛮重要 就是Copinartin为什么那么厉害 Copinartin跟一般病毒也没什么差 但它有一点特异功能 特别厉害 就是说 因为身体的免疫系统 像白血球这些 它会去杀菌 杀毒 怎么杀毒 就是它会有一个辨识系统 就是说这是坏东西 我去干掉它 所以免疫系统就很厉害 但是Copinartin为什么厉害 它会隐藏啊 会欺敌啊 所以 它这个发出的讯息 发给像白血球免疫系统的讯息 就说我是好人 所以免疫系统就不杀它 可是它是病毒 所以它这个厉害 它会欺敌 但是 免疫系统也不笨 免疫系统过一段时间发现 哎呦 我不杀你 你是自己人 可是 身体还出问题 会咳嗽啊 肺不会白化 这个不对劲 结果后来发现 你是坏蛋 你欺敌 欺骗我现在发现你 然后呢 又变异 又变体 然后那个Copinartin 哦被你发现 我又再变 又重新变一个 又变了一个 然后免疫系统 老的病毒 他认识了 又变异 行的又骗他 又被骗了 然后后来免疫系统又发现了 哦 你又再骗我一次 我又发现了 结果病毒 我再变 我再变 所以就是道高医师 魔高医障 所以Copinartin 厉害的地方在这里 他会欺敌 也就是这边 所讲的 变得敌我不分 像 红斑星狼仓 就是一种典型的自体免疫疾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千奇百怪的症状 也和免疫系统失序的程度有关 这边也提一下 西医是治标 中医是治本 什么意思啊 西医就是你没病的时候 我不管你啊 你生病我就来帮你医啊 或者 有的需要开刀 有的不要开刀 那中医呢 是固本培源啊 就是你没病的时候 我要保健 让你就是 一个是预防 中医的功能是预防 当治病的时候还是要治啊 但已经这个功能比完全被西医取代啊 所以像中医的观念就是 就是要维持正常的免疫系统 就是一般就食补啦 药补尤其是食补啊 就让你身体啊 平常固本培源啊 保固起来啊 就尽量避免生病是这样子啊 当然了中医啊 那古代中医跟现在中医又不一样啊 就古代中医啊 有些东西现在试穿了 那航空医学课啊 这个大概猜得出来的意思啊 致力于发现和预防在飞航中啊 许多不适的生理反应 所造成的生物 还有身体的负面压力 问题的范畴啊 从宇宙飞行员 就是我们讲太空人啊 还要维持的他的生命 维持措施啊 一直到婴儿在客舱压力啊 所以他包括一般的飞机啊 反正高度比较高飞机啊 也包括太空船都包括啊 在客舱压力高度较高的客机上 所使用的飞行塞等等啊 对于飞行员啊 基础人员和患者的航空医疗认证啊 也是航空医学一部分 最后一个分支是航空医疗啊 运输专客啊 这个专客是赞助于 如果保护在医疗后啊 送飞行器啊 包括直升机啊 一些或者固定飞机这种 那机组人员的患者啊 航空医学 那心胸外科呢 也叫做啊 这个胸腔外科啊 就是研究胸腔内的气管啊 包括心脏啊 肺啊 这个呼吸道啊 呼吸系统 胸臂啊 纵隔 隔肌啊 食道等等啊 以及这些器官跟固围的诊断跟治疗的顺强外科啊 就心血管的东西啦 临床神经生理学科 这个好像有点陌生啊 研究神经系统啊 包括周围神经系统 这种脊椎跟脑啊 的功能的激励啊 神经生理学 按照所研究的功能啊 它是系统的不同 各种感觉啊 运动啊 经营和学习情感啊 语言和其他高级功能的神经生理啊 像最近一个亲戚啊 生小孩啊 这到两岁啊 不太会讲话 就是受到压抑啊 他的神经啊 那不同的症状嘛 有人是语言的神经压道就不太会讲话啊 有的感觉比较迟钝麻木 就感觉神经压道啊 或者有人就天生的运动技能不发达 就是这方面的神经系统受到压抑啊 有人老是记忆力很差啊 就特别差了 不是一般差了 一般差 每个人不一样 就记忆力特别差啊 就是记忆的神经受到压抑啊 或者有人就学 学东西都很慢啊 或者有人情感不太表达啊 这些等等啊 就研究这些东西 大肠 直肠 外科啊 当然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名称啊 有的又写结肠啊 不一定啊 当出现下列症状的时候 一定要找大肠 直肠 外科医生来看诊啊 有肛门啊 周围结结啊 有些结的情况 或者化膿啊 大便出血 大便的习惯改变啊 本来一天一次 像突然不大便啊 两三天啊 再一次 或者一天大三四次啊 大便便细了啊 当然便粗也是了啊 长期性啊 这边附带提一个比较有趣的啊 就是 有几次啊 看到这个 哇 这公共的啊 因为家里面就这几个人嘛 做公共车 我看我怎么大便怎么那么粗啊 后来这个问董医学啊 这个问医生啊 说为什么有的大便怎么那么粗啊 他说这没什么了啊 这个正常啊 我说这怎么正常我们大便哪那么粗啊 好粗一点啊 同性恋啊 因为同性恋啊 这个肛门啊 这变松啊 所以大便 我说哦 原来如此啊 长期心腹痛啊 大便平反啊 长期便秘啊 大便失禁 慢性贫血啊 肛门疼痛啊 肛门脱脆啊 腹脏腹血等等啊 然后内分泌啊 也有叫内分泌新陈代谢科 或有的直接叫新陈代谢科啊 就内分泌系统啊 它的疾病包括脑垂腺啊 甲状腺 副甲状腺啊 骨质疏 疏松症啊 胰脏啊 内分泌肿瘤啊 肾上腺皮脂及水脂啊 新线的功能异常及肿瘤啊 那新陈代谢疾病啊 包括啊 因为这两个啊 又不太一样啊 前面是内分泌啊 那新陈代谢疾病 包括啊 糖尿病啊 高低血糖 血糖太高太低啊 代谢异常代谢不了啊 而近年呢 一些肥胖症啊 代谢症候群 以及糖尿病前期症 这些都是啊 它主管的项目 那你说外科就外科嘛 怎么又搞一个普通外科啊 普通外科处理的范围很广啊 包括消化系统啊 包括食道 胃小肠大肠啊 肝脏啊 胆囊胰胀及胆管 另外也处理像甲状腺啊 副甲状腺啊 乳房啊 皮肤肿瘤 软组织啊 周边血管等组织器官的手术啊 那创伤二三七也是普通外科处理的 领域之一啊 普通外科啊 被外科医生视为啊 是所有外科的基础 与起点啊 对外科医生的养成训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科别 那家庭医学啊 大家这个都听过嘛 家庭医学啊 到底算那科 Y科 神经科 骨科 什么东西啊 它是针对家庭 它是一个综合科啊 针对个人跟家庭中的成员啊 提供持续性及全面性的医疗照度 它不分年龄啊 不分性别啊 这是一个广泛的科啊 疾病啊 身体部位啊 身体部位啊 等等啊 所以就有点像那个急症啊 因为你说这个一般的科别啊 都是可能上班白天啊 顶多到这个晚上啊 五六点啊 六七点就看完了啊 但是 可是你说我急啊 我急病啊 不管是受伤啊 车祸啊 还是我在家里屯哪里不舒服 就要送急诊 所以急诊的医生就有点家庭医学科 他就他什么都要懂一点啊 你不然说 急诊的医生 我只懂骨科啊 我只懂神经科啊 结果弄来是皮肤的问题啊 这个是身体大量出血啊 就他有综合科的味道啊 感染科啊 感染科治疗的范围 包括啊 不明明的热啊 皮肤及人组织感染啊 呼吸道感染啊 包括肺炎啊 肺浓药等等啊 拜血症或拜血心休克啊 心内膜移啊 这些名字听不懂就算了 听得懂听得懂听不懂 无所谓 有个印象就好 即心骨髓炎啊 感染性关节炎啊 肝浓药啊 即啊 胆道感染啊 中枢神经感染啊 密尿系统的感染啊 伤痕症 非伤痕性 沙门士 感菌啊 及其他感染性腹泻啊 腰虫病 及其他报告或法律传病 这边附带一提啊 就说我们有时候 一般的说感冒啊 发烧啊 或者是一般的不舒服啊 大概去看什么课 大概心里有数 真的不了解了啊 你就到医院大厅啊 那边有服务人员 就在括号之前啊 你就跟服务员说什么情况啊 他就告诉你 因为他们都有点惊艳嘛 或者他可能打个电话问一下 但是你这边有时候啊 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啊 这个柜台服务人员 他只是大概知道 他有时候也搞错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点知识啊 就说哦 我是疾心骨髓炎 假如你知道了啊 或者就是知识多一点啊 你就知道说我要去看哪一课啊 你就直接讲啊 那归来说哦 你好那一行 或者你直接刮好那一课 那刮好小律 哦 你好那一行 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也不知道啊 你去问大厅服务人员 他搞不好也讲错 他也不是那么专业啊 所以自己只 以免挂错号嘛 挂错号当然 医生也会告诉你说 有的医生啊 他一看看啊 他也会跟你做些检查啊 那有的医生啊 比较仔细就说 哦 你这个可能要看什么科啊 你这个比较好啊 但有时候我们自己知道 挂哪一个科啊 一方面啊 就不会挂错号啊 或者节省时间啊 搞了半天才知道 哦 原来我挂别的科 那你前面的时间啊 就有点浪费啊 另外一方面 会很尊敬说哦 你很雷行 那一科呢 那这内科大家都知道啊 可是到底什么叫内科 大家有时候搞不清楚啊 内科是所有其他临床医学的基础 也有医学之母之称啊 那内容包括了对疾病的定义啊 病医学啊 治病激励 尤其病病医学啊 自然史啊 症状啊 症候啊 症候啊 实验诊断啊 以上检查啊 证别 鉴别诊断啊 诊断这个 治疗更运后 所以有时候搞不清楚啊 这个服务人员搞不清楚啊 说你先看内科吧 他也搞不清楚 那科有的他就直接 医生就告诉你 哦 你这应该看哪一科啊 有的那科医生啊 他也直接就看了 原来是医学之母嘛 让他看一下啊 做个基本判断 然后他再 再把你挂 挂别的科啊 因为他做个基本的诊断啊 因为有些 有些病症啊 也很难说啊 因为他有 还有一些并发症啊 还有一些 很复杂的因素啊 所以内科他先把你 因为他总是专家嘛 他先把你啊 判断一下 然后再看看你的病例啊 X光片等等啊 那有的他直接 很确定的 他就告诉你啊 你应该看什么科 所以看病啊 看对科很重要啊 一般的 一般的常见的病 倒没什么关系 就是一家比较特殊的病啊 一定要看到那 正确的那一科 内科学啊 包括了一不同 器官系统和病因而分类的次专科 所以他就延伸出来啊 这些都是 所以内科是啊 医学之母啊 他有分层啊 心脏内科啊 呼吸科啊 肝胆 肠胃科啊 肾脏科啊 肾脏科啊 一般又叫肾脏啊 泌尿内科啊 血液科啊 肿瘤科 血液科啊 肽感病科啊 浩敢病科啊 肾脏科啊 肾胆科啊 肾胸科啊 肾胆科啊 腦我不知道 所以有些人对医学比较了解 或者啊 自己已经得病啊 已经有内行、你跟他讲啊 就自己直接掛这些科啊 那有时候不了解 就先去先看那个科 然后那个再帮你啊 掛其它的专业的科目 那介入放射学科 这是比较新的,但是也有若概念 就是像微创手术 介入性放射科医生是执行微创影像导引手术 来诊断和治疗炎症中风、子宫肌瘤等疾病的专科医生 他们使用X光和其他成像技术来观察身体内部 所以他们能够引导、导管、穿过针孔大小的切口 并针对问题进内部治疗 所以你说导管就很稀啊,切口那么稀啊,怎么看得到 它也像电脑一样,有个显示荧幕 所以导管进去以后,它也看不到 导管进入身体,医生也看不到里面 它就是里面有一个小的微型的摄影机 它透过一个像电脑荧幕,它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 以前一般黑白的,像没有彩色的,应该有彩色的 核医学科,核子医学这也是新的 核子医学扫描检查时利用不稳定的核子标记 在诊断用药剂上,经过特殊处理,做成各式各样的试药 然后把这些试药注入到病人体内,或是让病人口服吸收 依据各种试剂的不同的特性啊,分布到某些特定的器官 例如心脏、骨骼或假装一些病变组织啊 之后这些不稳定的核子啊,便可放出极微量的 对人体比较无害的伽马射线 这些微量伽马射线对人体无害的 我们可以利用啊,特制的强而有力的仪器来照相 看看这些试药在各器官怎么分布啊 并拿来很正常人的影像啊,比较啊 从而判断啊,病人到底患了什么,病人都要喝着医学的伺马检查 比如说啊,有时候我们这个,要做这个超音波啊 或者是X光,有些的时候,它奇怪 它这个护理人员啊,就叫你啊,先吞一点啊,喝一点像液体一样,喝下去啊 你说喝着干嘛,要照X光,要照超音波,或什么照 因为它就叫咸咸,喝下去以后啊,它里面啊,它也会有标志啊 看得到啊 口腔,汗面外科,念汗的下巴啊 就是治理头部,颈部,脸部啊,下汗 口腔,汗面部位啊,包括燃组织和硬织的神伤和疾病啊 并通过药物及手术治疗啊 这有时候就是,有些人长的啊,就是有时候下,比如说牙齿啊,这个口部啊,咬喝不正啊,嘴巴歪歪的啊 脸部哪里有点歪歪的啊,不对称啊,像类似这种东西 那影像诊断医学呢,啊,就是放射线医学是透过特殊的手段啊,展示患者啊,病人身体内部结构的影像 来表现出他有没有病变啊,其对病病进行啊,定性或者定量分析 影像诊断学除了协助啊,诊断外也能够协助侵入性诊断或者治疗进行啊,例如超音波造成啊,这个影像协助啊,这个体液的抽取啊,抽吸啊,电脑断层摄影啊,及协助啊,浓阳手抽吸及肿瘤穿刺的生物检验啊,以血管摄影啊,协助进行血塞及啊,直血的啊, 然后像神经外放射课啊,最有名叫核磁共振啊,说NBA啊,他们有钱嘛啊,这是啊,这个球员啊,摔倒了啊,被打到了啊,就头部了啊,头部啊,第一个就是看有没有脑震荡什么啊,就是去看,就是去做核磁共振啊,但是核磁共振,医学上叫核磁造影啊,我们一般叫核磁共振啊,不管叫核磁造影或核磁共振啊,这个神经外射课 也有啊,影像诊断学也有啊,它跨科两个都有啊,那比较专业是神经放射课啊,一般是光片啊,影像诊断日清月异啊,一般是光片包括,颅骨就头骨啊,啊,常规啊,平常的情况啊,笔斗正常的情况啊,脊椎摄影的啊,大多例行检查,作为第一线筛选。 目前神经放射线的线学啊,这个学科啊,比较常应用的范围包括啊,电脑断层,电脑断层,扫描嘛,核磁共振嘛,脊椎噪影啊,数位啊,脊椎血管摄影啊,包括头颈部啊,脊椎血管噪影啊, 介入性神经放射线啊,检查,就放很细的倒灌进去啊,那心脏,心脏外科啊,有的一家心脏,有的一家血管外科,有的一家心脏血管外科,不一定啊,就是啊,身边的亲人啊,不论是啊,名人也好,运动员也好,乃是一般人啊,常常莫名,莫名其妙,没有注意,或者其实已经知道,然后突然就啊,心脏血管疾病离开人世啊, 就是有些人嘛,当然两种情况啦,一种就是年纪大的啊,一种就不一定年纪大啊,可是平常就心脏外科疾病,可自己可能不清楚啊,这什么情况呢啊,就是天气啊,突然变冷啊,天气不稳定啊,啊,或者是啊,突然这个,洗个热水澡啊,所以以前有很有名的新马的,一个太医院员啊,奇怪,六几岁还好啊,可能心脏外科疾病,自己可能知道会搞不清楚啊,结果啊,演习啊,演习下了戏啊, 就回到旅馆啊,旅馆外面天气有点冷啊,有点冷啊,回去冲个日睡着,一冲就要死掉啊,就是忽冷忽热啊,心脏血管受不了啊,就死掉了,所以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没有注意,莫名其妙啊,洗个澡啊,或者天气忽冷忽热啊,没两下就死掉,这很快啊,有的一两分钟死掉,甚至不到一两分钟啊,有的久一点啊,就是心血管受不了啊, 所以这一刻在面对这些东西啊,所以它整治的项目啊,包括啊,心脏疾病啊,脊脉血管啊,疾病,因为人有动脉脊脉嘛,动脉就是血打出去嘛,脊脉就回收嘛,所以一般用红色嘛,代表动脉嘛,呃,蓝色代表脊脉嘛,呃,蓝色代表脊脉嘛,那当然一般就比较粗的是动脊脊脉嘛, 那还有这个比较细的,甚至最最小的微血管啊,啊,肾脏衰血啊,治疗啊,所以我们一般叫啊,这个心肺功能啊,因为心肺肺就是,等于是,算是不同的器官啊,可是两个是密切相关啊,因为我们人呼吸啊,呼吸从肺呼吸啊,那呼吸之后啊,就直接到心脏,啊,原来呼吸嘛,我们要吸收氧气嘛,那血管要要有氧气嘛,就,就,啊,肺, 这个,这个,打到心脏里面啊,在血中要含氧啊,血中如果氧太低就不行了,啊,所以它整治的方面包括心脏疾病啊,啊,就是包括冠状动脉狭窄嘛,血管呢,有时候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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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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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加两支加几支 有多少一次加八个十根都有 少的话加一两根这样子 都可以 都可以 如果它那个支架品质不是很好的 就是这个健保可以给付 至少用个六七年吧 那如果自费用好一点 用个十几年二十年都可以 冠状动脉狭窄 心理不准 心脏构造 心脏半膜疾病诊断 以及治疗动脉血管疾病 也包括颈动脉大血管疾病等等 就常见什么中风 静脉血管疾病 静脉曲张 真的女人比较多 有点年纪 静脉曲张就是 腿部有个青筋 但青筋它不会消失 就是一条一条都看得到 血管内的雷势 硬化剂治疗 深层静脉全塞 然后肾脏筛治疗 包括血液偷袭治疗 管路建立 动静脉血管 柔管手术等等 这里面有很多专业名字 看不懂也无所谓 就有个印象 但主要这一集就讲 就是说现在细医 分课分得很细 前面念了一下 另外一集我会说中医 我们讲古代中医 他也分课 分了13课 另外一集再去讲 这一集讲这里